為了360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週四之前都還是持續的這麼炎熱的天氣 很熱很熱 特別是都會地區 但是還是有一些局部的鎮雨 局部在哪裡就是靠山區 每天都不大一樣 有一些局部的午後的鎮雨 封面的預期 這波可能是這個梅雨正式入眉的梅雨封面 可能在週四的時候會逐漸的接近 週五週六全台就有機會明顯轉為比較不穩定 請大家留意這個不穩定還是有一些變動的空間 它的時間點有可能還會往後延 請大家留意多更新一下這個氣象資訊 這個都有很大變動的空間 那整個封面系統事實上在這兩天 一直在中國南方這邊並沒有影響到台灣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大氣的不穩定 所以你看其實在這個地方 就發展起來一些對流雲系 這個就是一個封面的態勢 那台灣來說的話 其實中南部都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在午後還是有一些對流回坡 發展一些對流雲系的影響 所以各位來看這個是對流回坡 在雷達回坡可以從這個午後 就發展起來對流雲系 你看這個就很明顯 那這個其實在未來的情境幾天都會一樣 會有這樣熱對流發展起來 那未來這幾天呢 事實上這個對流雲系 還是一樣午後的一陣雨 但是梅雨封面呢 有一波比較強的 這個雲系很強 顏色很強 應該在這個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就決定到台灣 各位來看這個6月2號禮拜四 就決定到台灣了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之後 這道封面就會慢慢慢慢開始南下 這個移動的速度呢 跟這邊的高壓 還有這個西南季風 它的這個強度都有關係 還有北邊的冷空氣推 所以這個預測呢 都有很大的一個變動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個各位來看 這樣有對流雲系一進來 天氣就會有變化了 所以我未來這幾天呢 我們這個 都是還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但是各位來看 這個封面就在這個地方 停留在這個地方 預計呢 禮拜四禮拜五之後 就會轉而不穩定 那這個是風向 風向這個一邊是東北 一個是西南風 當然啦 這個最不穩定 冷暖空氣 交戰的地方 就在台灣的上空 那這個呢 就要特別留意 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還有特別 小的這個對流暴 又容易發展起來 請大家多留意 那這到過去之後 就很快 就有天氣另外一個轉變 但是這個其實 這個系統的變化 會不會在台灣滯留一段時間 這個都是後面觀察的一個焦點 無論如何都有很大的變化空間 所以未來這幾天呢 台灣天氣還是屬於基本上 還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山區有午後的一個震雨發生 所以各地呢 都是晴朗炎熱高溫天氣 北部25到36度 東部26到33度 中部呢 26到34度 南部是25到34度 山區呢 我們還是容易有些 午後熱對流發展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這樣相關的一個系統資訊 那未來這幾天呢 大致上可能每天都有午後震雨 比較大的轉變是 週四之後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 更新一下這個相關的資訊 因為這個天氣呢 封面到底來不來 美雨會不會入美 就是這個禮拜 禮拜四禮拜五 就會正式的揭曉 有機會往後延 但是還是很高的變動度 請大家多留意 以上是今天的為了戰略牛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